大家好,欢迎来到地要增仓增单的基金经理赢钱币频道,我是朱正文朱sir 今天影片的分析内容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并不涉及股票交易和摆卖建议 今天是2024年9月21日星期六,今个星期亦算是一个颇为精彩的一周,终于过去了 联储局终结了三年加息周期,进入正式减息周期 而且超过了市场大部分人预期的0.25厘 因为预期减0.5厘虽然说概率相对比较高,但始终不敢相信一减0.5厘 因为害怕是对市场来说带来比较大的震荡 但最后的结果竟然是减0.5厘 好,我们再回覆盘,稍后再说减息 首先,上一集我们提到减0.25厘和减0.5厘分别两个剧本 减0.5厘提到会先升后跌,但我们也提到千万不要去追沽 因为如果你追沽的话,很容易后悔也会重复 果不其然,星期三晚一公布减息先升,然后硬折至盘最低位 就是跌至最低位秩序 但是最低位的那一刻,追沽就消失了,即是拜拜了 拜拜的速度也超过了预期 第二天就来了,不是夹你一两百点,纳指一百,一夜升了五百点 甚至在星期四开本前,大概五点钟左右,我们有社群提醒过做淡友 而另一方面,我们也提到减息会受惠或短线刺激的标减物 例如AFRM和中小型银行的标减物 甚至一些假的ETF会受惠 结果AFRM在减息当晚,再减息会立即升了五百点 而那些地区性银行的ETF,例如三倍共高的ETF,也升了整整接近九百点 所以整体的福盘和上一集分析的预期是非常接近的,也可以说是准确的 当然,我不一定经常像星期四那一天那样,开本前那几个小时提醒大家 这一次就是一次提醒,但大家也不希望我每一次都可以在免费社群提醒大家 不一定是出影片那一天,就可以预知到即时的变化 如果你是要去到比较,是一个贴市的,一定是我们的群组 我们的收费群组才会有最即时分析的资讯 希望大家可以明白 好了,接下来又怎样看? 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散户或是散户KOL 很斟酌一样,就是为何减息反而不大跌? 减息不是应该跌的吗?减息不是衰退的吗? 我觉得这就是逻辑的关键所在 除了突而其内,减息是颠待超过0.5厘以外 这样才会触动市场真正忧虑神经 最关键的是,鲍威尔在会议上强调过 有一句话说,这并不一定是一个新的减息周期 这一句话说的,不是我说的 我觉得这句话才是最稳住市场的关键 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层面去看 这个逻辑是从外面没有人说过的 第一点,在博弈面上 大家众所周知,利率对于科技股、车股、中小型企业 甚至有环球业务,导致有外汇的顺风或逆风利差公司来说 减息这两个字,无论如何也好,在消息上 怎样都是短期利好 例如我们上集提到的AFRM或DPST 确实在短期,一说减息之后便立即和你夹上去 甚至是奢企特斯拉做高无生意 或者是外汇有影响的Apple和Amazon 公布完议息结果之后也是走强的 所以如果你站在淡友的角度去想 大户那些淡友就不是散户 那你这次突然间一个星期那预期超预期减0.5厘 那淡友也会怕被人夹的 刚才我说的那些大堆企业是短期受惠的 怎样都夹你了 这就会害怕 特别的,鲍威尔也说明 这个不是肯定是大型的减息周期 而是根据数据决定未来减息的进程 即是动态减息 在这个情况下便会造成淡友难以去部署 即是你现在这样,就好像玩到A股港股那样 政府跑出来跟你玩炒消息 那淡友怎么跟你玩呢? 这就是在博弈面上的第一点分析 所以如果你期望美股会大崩 那其实只有好友不玩 好友多杀多才可以导致美股直线性贴福 淡友的力量在美股的世界始终来说 在大部分的时段都没有力量 好了,我们说完第一点之后便分析第二层面 就不是博弈面去分析,而是宏观基本面 减息我们是不是就炒衰退呢? 我没有说不是,我一会儿会给我总结 但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个情况 再一次是基于鲍威尔那句话 这个并不是新的减息周期 我们基于这句话做一个推演 万一下个月的经济数据出台 CPI又正常回落 因为鲍威尔实言实似,很有信心地说 一定会回到劣异 而同时失业率,大小飞龙,GDP等数据 在下一次稳定,甚至下个月再改善 可能真的如鲍威尔所说 他真不认为老鸿一定需要减减你 可能真的是减息减4.5L,减2次后便结束了 可能是减少了1L,最多一次大把,再解决了 如果万一真的发生,又会导致美元保持相对比较强势,债息也保持稳定 而万一下个月的业绩期,最重要的中小企业业绩出现 如果有好主或业绩见底,到时美股也会变得更加强势 从而造成一个相对罕有的健康牛市出现 当然,以上只是一个向好的假设,不仅仍相对比较难 起码要观察多两三个月,就像暴叔所说 要观察一系列经济数据和业绩才可以再做决定 所以到底是炒衰退还是新牛市? 无论好友和淡友,根本没那么快可以决定 也不那么快可以发生 所以我认为衍生工具以短线的操作比较好 比较大或很长的仓位 因此逢低做多,正常来说比较好 而如果怕麻烦的投资者,我也觉得 紫锁ETF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机会 如果不想像纳指那样相对大上大落 甚至标准普尔的ETF也不是一个不好的选择 我当然不是说纳指不升 而我觉得整体标普的成分股里面 在结构上也是更加全面 政策风险也会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 其实我在几个月前在社群上也说过 而以今天的角度 比如说打开S&P图表 S&P的图表是SPX 即是在富途报价机里面 就是SPX 你可以看到它是连续两个月跑赢了纳指 甚至以收市价计破了顶 破顶是All Time High 至于我们刚才提及的中小企 又有什么炒? 除了我们上集免费贴士的AFRM和银行股ETF以外 哪些中小企是中短才有赢钱博弈的空间? 有兴趣的朋友记得参加我们 中小企 美国中小企 主题博弈广港座 到时我会分享那么多潜在高回报的中小企 会受惠于Q4减息周期的中小企 和大家进行分析 马上点击下连结报名 所以减息以上就是我全部的看法 最后我只是想提醒 不要过于主动地为淡而淡 不要在没有那么多证据前先入为主 如传媒所说 就觉得美国一定衰退 你要做淡就起码要有那么多证据 或者趋势都起码要有那么多证据 如果你做了的话 听别人说是美股跌到零 无论是升到不下跌都说是看淡 万一最后原来是这个人错了 令你失败了一个结构性牛市 甚至令你做淡也输钱的话 至于下星期仍然有相对波动 又或者未来十至两个星期 短线上落都会比较大 因为严格来说 这个星期的波幅纳指有七八点左右 这个波幅也不足够 特别是说是首次降息的周期 虽然不知道下星期是升还是跌 但是如果要我说的方向 我觉得回吐的机会是相对比较高一点的 因为毕竟你自己有开纳指的图 去到可能相对技术的高位 可不可以那么容易破到技术的位置向上呢? 我认为有点保留 但我又不认为它会打横走 因此也认为在升跌之间 我知道美股是超人 即是可以很变态地向上升 但是在短线的回调 我觉得的机会始终是高一点的 但是就算有回调 我觉得空间应该未必是太多 所以我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我不是说看跌 但是一定要做淡 不是这个意思 我可以有权利不做 因为跌的幅度不多 所以我也是倾向回套去考虑买货 而不是肯定沽它 好了 去到第二个部分 我们也是做个别股份的福盘 首先不如是Apple 昨晚七姐妹 到这几天相对最强劲是她 虽然坏消息出 但又夹得相对比较凶狠 虽然减息会令她有一定程度受惠 但始终新iPhone卖得不算好 这也是不仅是客观的事实 而不是像小魔般走出来吹 画了大饼 之前也说是iPhone16 缺性货AI concept 而现在不仅是说iPhone17 才是缺性周期 大哥 你是不是想说到iPhone27 才是缺性周期 现在这一步都卖不出 连所谓的AI功能 原来大部分国家 有部分国家都用不了 这么快就趋势下一袋 那么这个小魔 这次的理由未免太不见得人 所以也在早前 9月12日那条影片 已经提到我不是太看好Apple 当然了 我也知道美股波多是瘋 也没有说明说做胆 只不过是有买卖的自由权利 我不想去买这个股份 而我也觉得近期走势 都颇为明显在夹鸡 第一 全世界都明知道新iPhone买得不好 股神又出货 这么多坏消息 其实有很多人一看到新闻 就会去做胆 所以他这么多人做胆 每个人都做胆 这个还是散户 每个人都做胆 其权庄家在短浪里面 很容易对着散户来吃 第二 股神出货 是不会倒水的 和支持阿里巴巴 如果是被远银放弃那种葛侯式的放 要钱不要货 那个手段 低货和高货 就差很远 股神很明显就是高端高货 所以也可能是托着来派 而第三 也是顺便托着大盘 昨晚也特别明显 英伟达 Microsoft那些都回完了 七姐妹只有她一个硬 但股神已经冲了上去 收市也是微跌 硬硬在高位 所以总结论 这些价位 第一 买正股我一定不会买Apple 我有买卖自由 如果你是破了顶 我就恭喜他 没所谓 反正也有很多长线 只差Apple的人 我也不想他们输钱 这是什么 但我可以有自由买 这个我要有立场 第二 我重新说明 由于上几个因素 这些关系 我也不会主动去做淡 这个是去浪福局 我要浪福局 我也有自由去选择其他股份 反而我觉得 在技术上 你真的要做淡 你可能要等到某一天 他突然在技术上破了位 破了某些下方的密集区 又换来某些坏的坏消息 看见很明显的城街放大 是跌穿某些密集区的下方 那些重要的支持区 才进行短线的操作 这样就会更好 然后就去到特斯拉了 很久都没有说特斯拉了 很久都没有说特斯拉了 对上一次爆上270元那一劑 那次我们也赢尽了 现在转转反质回到190元 但现在有的回到204元 我觉得他会是一个炒作的根源 但未必是一个很强的风口 最大的两点 第一,减息本身对车企通常是利好的 而第二个炒作 大家不妨留意就是10月10日的Robotex Day 所以我认为他炒到近代附近 就有宣传的可能 但在宣传之前 就可能借新闻 还未正式发布 在10月10日之前 可能再谷高一点 这是最直接的结论 而接着就去到Google 这些已经是一直跌下来给你买 跌又说 然后怕它倒塌 升时又在投诉 很难的 结果跌到低 你又不做 那别人就打了15元 150元 就达到165元 就达到10%了 你想想 如果用来做期权的话 你多爽 因此我仍然坚持 Google 我们也是看好 而且是一个中长线的看待 当然 弹到现在短线浪营 弹到这个位置 再进一步去追渣 那个幅度 水位相对比较少 可能在这个位置 可能要休息一下 就算再上也好 可能是170元 那些价格 都会顶住 最后 到Intel 那些价格 都会在区间里 是所谓的徘徊 但最近也有所反弹 在下面18.5元 就形成了小商帝 暂时拖住 我个人觉得 在Intel 现在的股价里 你要在这个位置 硬去沽爆 是相对比较难 虽然 我知道它有很多 坏新闻 例如要炒人 在马来西亚 建厂房 又要停工 又有机会 卖给人 若干地区的厂房 甚至要停业务 是要停两年 但始终有两个重点 在这个价格位 除非彈得商量比较多 彈得商量比较多 你会再扑他 可能会有水位 但如果你盲扑他 我觉得办法 开始就不太好 因为最主要 我觉得在跌了 我知道哪个价格 你会觉得跌了很多 但我会这样说 跌到某个极限的时候 我觉得有两个重点 会阻碍你去做坦发达 第一 就是这家公司的市涨率 已经跌至真心颇为低 但很少晶片厂商 在历史上的角度 是可以大幅地跌出市涨率 但是你看到 在大約18-19元时 市涨率不是跌出1 只有0.7元 你想想 如果你是其他竞争对手 而又是幻想 是垄断法 如果最后被你过脑骨 那些厂商用这样的价格 去买了你 然后进行整合 让我买不买 老实说 你给了我一定买 所以在代工厂 我们所谓的晶片 不仅有科技含量 的晶片厂 市涨率也是一个可以看的指标 你想想 英伟达现在很强劲 市涨率也是几十倍 但是英伟达现在凄凉到跌穿一倍 这个价格再无限地深入追沽 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 而你看到总市值 现在反弹了也好 972-7200亿港元 相对英伟达也有十几二十万亿港元 其实英伟达只要是增发2-3%的股票 已经可以吞掉整个英伟达也 如果是这样 英伟达也不是完全一毫子价值也不值 再加上分拆来说 他现在还很痛苦进行 即是进行商议 我觉得如果他最后落实 分拆了代工厂 其实对他的估值是有提升的作用 老实说 如果大家知道AMD在大概十几年前 我记得好像是2009年 大概是2009年附近 在分阶段完成分拆了代工业务 现在有上市的GFS 我们叫做格森 格罗方德 AMD是分拆了格森的过程 你分拆完之后 结果最后的股价结果 在长期的角度也是向上 因此以死为监 我认为英特尔 打落水狗是可以的 之前一直打落水狗 还是打落太厚 就不要随便乱打 或者价格可能要看好些才打 OK 今天就暂时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 赞好和留言 支持 接下来我们10月份 就会有减息受惠中小企中短线 的椰子博弈的讲座 如果大家想知道 朱sir对于中小型企业有什么心水 而提醒大家 中小型股份我当然有研究 很少提及 所以今次的seminar 真的千载难逢 记得点击下面的连结 报名 费用也是全面 我是朱sir 下次再见 请订阅 请订阅 24个小驴 全面 不征乖 赞 取充 几千 人 这 雨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